我要去踢车啦 好了 我现在在普通这个精绘路上面 有一个特斯拉的百喷中心 其实也就是一个全公共的服务中心了 然后我来提我的这辆Model 3 那说起来我以为我能很早提车了 结果你看这都快过年了 我终于赶上这个提车 也没那么早嘛对吧 那接着咱们就来看一看我的Model 3吧 好嘞 哇这个生意也真的太好了 这些都是Model 3的钥匙 你知道吗 好了 经过了5分钟的手续对吧 这个车就提到手了 给大家看看公里数10公里 来潘总发表一下感想呗 这个胶服比我来的胶服简单多了 哈哈哈哈 砰砰砰中了一件 好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做工啊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呢还成 来 我来做几个敏感地方的检查 你看首先是最敏感的地方是这一块 这个胶条什么的 精口版本往往会碰到 然后他这个做的其实还不错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这里对吧 然后这一块呢也还成 如果这个时候我见过一些车 它都特别靠后面 然后呢就回到这个行驶的时候 风噪特别大 所以还行 然后这个高度对齐 这个怎么说呢 勉强算它对齐了吧 但是这个缝还是依然比较大 再看这里 这也是那个欧美国版本 那个坐的不太平的地方 这其实我这辆也不是很平 我那天给大家拍的那辆车 其实是平的 就是说个体的差异 其实还是蛮大的 白色的车身 哦对了 这个零排只能在上海跑 所以过年什么的 你们就看我在上海上 绕的给你们测试一下续航吧 然后19寸的轮毂 我跟大家说的 一定要选这个19寸 虽然它的扁平比只有40 40其实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就换到19寸会更加好看 你看鲜鱼上面18寸的轮胎 很多人提过去之后 就直接就卖了 真的没啥用 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头 你看这边也是的 这里的缝隙看到没有 这边的缝隙 要比另外一侧的要大 看到了 来 你看这一块 勉强算它对齐了吧 来我们看看这边 这个缝 你看我的一个手指 可以这么塞进去了 对吧 你再看这头的 看到没有 这种缝隙就会小一些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做工上的不太满意的地方 但是怎么说呢 特斯拉大家对它特别宽容 再加上它确实就不是一个 以做工而擅长的车 所以这是没辙 你再乎做工的话 就不会去买它了 然后车销车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 我上一次骑车还送了个 签字笔 这次连签字笔都没有了 后排就是这样 确实很速 有人说奥拓 我觉得奥拓倒不至于 但就是空间很小 还有在进口版本上会出现 比如这里 对的不太齐 但实测我这张还挺齐的 看到这头没有 这边也对的不齐了 所以做工这事就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不好 但是也没啥 就是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好 接下来这过年的时间 反正我也没啥地方去 我就给大家来跑一跑 续航测试 那续航其实是这样的 很多人问我 这个续航能力到底怎么样 我这么跟你说吧 对于电动车来说 甭管它是什么牌子的 速度 气温 以及你的驾驶风格 直接影响它的续航成绩 之前不是有人跑 在上海大概92度左右 平均速度跑到110公里 实际上只能跑到250公里 多一点 然后几乎就没电了 我觉得这个公里数 其实非常非常的正常 真的 你要想这个公里数 跑到300多 都是400多 你天暖和 然后平均时速慢一点 比如说你在城市环境上 七八十公里的时候 那个OK的 你在上海 那个又跑高速 速度又快 温度续航不可能跑得特别高的 这就是电动车的 应该是说特性 那个国产车是这样的 进口车 包括特斯拉也是这样的 只是过去 有一些人好像把特斯拉吹神了 所谓什么特斯拉 续航不需国产区 那都是胡扯 根本没有这回事 懂了吧 好了 又到了一个最无聊的环节 就是给这车测续航 我们看到 我现在的车充电 基本上就要充满了 我可以看到 这个续航是378公里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378公里 是EPA续航 并不是咱们所说的 NEDC 新国标工况续航 所以对特斯拉来讲 其实这也是445 或者说455公里的续航 那只不过显示378 是一种计费 额外的一种计算方式而已 在这儿呢 我们把整个车 给它重置掉 我将绕着上海的高架 开始跑 现在呢 是晚上的8点半 这个车虽然是新车 但是8点钟之后 就不现行了 那理论上说 我预计这个车 如果沿着高架 跑80公里 或者85公里左右吧 那它应该可以跑到 300公里 到320公里的样子 然后我们的目的地 选择在特斯拉的V3超充 就证明一件事儿 看看这个车能不能达到美标 所写的170千瓦 我们都知道这个车的电池组啊 什么的完全都按照跟美国一样的标准来 来组装的 反正国标52千瓦时 这个事情没得说 那说明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我们就来测背 有同学说这个 驱航水平啊 跟车的很多方面都有关系 比如说 来在这儿 驾驶这里呢 我选择的加速状态是标准 然后转向模式也是标准 能量回收我选低 这个停止模式呢 有缓行 有转动 那其实呢 我个人情况下一般非常喜欢用缓行 就是你把释放踏板的时候 车仍然会往前走 这样的话呢 会比 会更像燃油车的驾驶体验 但是它确实会更加费电一点点 但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这么一个小的设置 就让这个车的数据差距很大 那这个车就不要开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不管这个事了 所以在驾驶模式这儿 我这里就只选择缓行 那整个气温呢 我选择空调 我就选择在22度 这样的一个温度上 然后不会去开最加热 只开空调 那个风量呢 给大家看一眼啊 风量呢 选择是二档的这个风量 所以整个这个 在测试的过程中 就不会再变了 好了 那咱们现在就20点41分 开始出发咯 测续航去了 走吧 今天我的续航 特别有诚意 潘总监全程陪我们测续航 8点半啊 潘总监陪我测续航 你要再说这数据有啥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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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转驶入蓝天路 我看到特斯拉的 这么多车在这 你逗我呢 他们不充电是吧 只有一个桩空着的 两个桩空着的 可以的 他们都在充 为什么都大半夜的来充电 特斯拉车主有这样好吗 这也是V3我所问 他说我就不懂了 为什么都这个点来充电 好 我要谢谢潘总 现在已经晚上的0点14分了 我们开了多少公里啊 看看啊 266公里 平均能耗158瓦时 你看公里数还剩50公里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其实这个车 你满打满算把它充满 也就280公里 但你知道特斯拉日常建议你是充到90% 所以就打个折 在城市中就这么开一开 250公里 260公里吧 嗯 好了 好了 这个是最终的城市细航了 来鼓掌鼓掌鼓掌 其实还不错啦 国产版就52度电池 能跑这个水平可以了朋友们 不要说什么NEDC450 怎么跑不到400 那不可能跑到了 跑到就出轨了 来 我们先看这个充电速度有多快啊 好 V3 插上 哇 听到崩崩的 来吧 我们看看充电速度 这地方应该加上 这个音乐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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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续航的表现来看 我个人觉得 这非常符合特斯拉的预期 这国产版只有52千瓦时电池 实际可以使用的电池数量 在47.5千瓦时左右 所以说你跑到 你把满打满算把它充满 跑280公里 290公里 像我今天一直在跑城市环线 这个温度13摄热度左右 然后我开着空调在22摄热度 整体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一个280 90公里 你日常如果你用的话 首先你可能得让电池保持在90% 这样说明最好嘛 就先去掉30 就250公里左右 然后你在充电的时候 你不能保证车都是零的时候才充电 你可能还要留个20公里 所以整体上在230公里 这个城市续航 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数值 那有人说为啥 NEDC标准455只能跑200多呢 这是不是特斯拉虚标不是的 那个NEDC呢 它是一个理论工况 就跟你燃油车那理论的油耗 你基本跑不出来一样 电动车也是这样的规矩 不是说什么国产车跑不出来 特斯拉的标的不虚 那如果你要按虚这个词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都虚的 那只虚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这个物理上的决定性能告诉我们 如果只有50多度车 尽管你是小吊车 你也只能跑那么点细航 那这个充电呢 倒是让我比较失望啊 我已经在V3的超充了 然后我温度也OK 预热也合理的 结果功率峰值只到130千瓦 这跟美国的170千瓦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我现在不太确定的是 是不是这个V3的桩被限流了 但是按照特斯拉官网的描述 所有的V3充电桩是不会被限流的 不会跟边上分功率的 所以这没达到就是没达到 那至于为什么原因没达到 我觉得这是特斯拉去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我们应该去替它想替它去解释 那对于我来讲 那现在你看 我们现在冲到112公里来 那个摄像头到这里来 摄像机到这里来 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的功率只剩下只有100千瓦左右了 其实这个速度就不是那么快 对吧 嗯 好了 那又这样了 好了 那今天是懂买买第一天提车 我看看我这提车之后 已经跑了335公里了 我给大家测了一个续航 希望能把城市续航以及充电 这个事给大家做一个有准确性质的了解 你看你毕竟你要跑一遍你才能做的准确 那也要特别特别谢谢现在抓了相机的潘总 你看今天已经是晚上的0点21分了 他在帮我拍视频 这个我真的是诚惶诚恐 等会跟潘总吃海底捞血 好 这是本期读买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谢你 别忘记评论书童买买 买买买在头条B站微博 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来这个给我 你看一下 谢谢潘总 谢谢潘总 潘总万岁 潘总万岁 潘总万岁